大家只需要留意路面的情況 我們待會踏馬路的情況會有車 所以我們儘量單行靠左就可以了 好,如果事不宜遲,我們就出發了 大家覺得不夠近,再近一點看看眼睛是怎樣 單車生態團,這一天由沙明到賞員 帶著十幾個隊友來回元朗樓浮山 我們來到天所謂的名渠 我們天所謂的名渠 這裏名渠叫臭熊 這裏多人是羊豬、禽畜 以前做好60年生命代 這裏也會有四豬出現 第一次踏單車,有人交路又有東西學 參加者都說值得 一定不會當失路 還有有人保護 還有一邊走,一邊有人介紹 我們平時自己踏,踏完就算了 但這次是真的踏一踏,停一停,聽一聽 介紹,接著又去參觀一下 例如豪山、豪鶴山 你平時自己不會的 自己就這樣踏完,繼續走 所以都很特別 他們會就著我們的體力 去設計路線的快慢、速度 亦都去到不同景點 有時我們會錯過一些點 我們未必知道那是景點 所以他們會提醒我們 讓我們了解 那個位置很值得我們停下去欣賞 爭泰團主要去樓浮山、尖備咀、南深圍等地方 全日六小時,團費收二百多至三百元 除了道賞員服務 團費還包括借用單車 車、頭盔和保險等費用 最少六個人就可以成團 在一些特別的日子 例如情人節 還會有二人行的單車團 大團的道賞員 本身都是住在天水圍或者元朗 做了兩年的阿毓認為 這份工作可以讓參加者對天水圍改觀 很有意義 其實很多新聞關於天水圍 我相信給人一般的感覺都比較負面 可能他不太熟悉我們天水圍的地方 或者元朗區的地方 其實我們覺得我作為這裏住的天水圍的居民 或者青少年 我更加應該出自己一分力 去跟他們介紹 原來天水圍不單止只有這些不好的東西 原來還有很多很多很美麗很美 很自然的環境值得大家去關注 白生態團的社企開業近五年 已經培訓過近一百名的區內青年 由於服務越來越受歡迎 接下來還會培訓到二百人 單車生態油可以開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就是兼職的工作 讓到即時他作為一個學生 他同樣可以有一份兼職 他能夠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同時間又幫到他自己的生活 可能一些很少的開支 變成我們就這個兼職 多些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去出團 他能夠做一個兼職的導賞員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都告訴我們 原來這裡又有東西學 又有錢賺正 黃小紅又說公司一直都是自負盈虧 而近年營運壓力上升 打算下年開始首次調整團費 又會主動出擊 與其他企業及酒店合作 為他們度身訂造路線 香港歡憤電視記者周靜明報導